大家好,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另一個實用手機應用軟件 個軟件名叫Google Lens智能鏡頭 它是一個通過手機鏡頭,再透過影像識別技術 從而進行即時翻譯及圖像搜尋的軟件 谷哥公司是一家世界知名的科技公司 我們現在用的手機安卓系統,都是谷哥出品的 所以它的產品,絕對信心、安全、質素都有保證 當然又是另一個值得我們期待的產品 接著下來,就等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看看它有什麼特色 Google Lens智能鏡頭,是一個使用影像識別技術 而進行即時翻譯及圖像搜尋的軟件 它同時支持安卓和iOS系統 而今次我為大家介紹的版本是1.172.4.05.1.5.00.9 而它的特色包括有 透過攝像鏡頭拍攝影像,翻譯影像裡面的文字 也可以將手機圖片庫、照片裡面的文字直接翻譯 軟件支持超過100種不同的語言翻譯 但使用離線翻譯,須先下載相關的語言包 通過攝像鏡頭拍攝所想搜索的主體 不論是家具、服裝、動物、植物等等 軟件會即時搜尋及顯示相關內容及結果 用功課功能進行學術相關搜索 包括數學、物理、生物、化學等等 軟件會將學術相關的內容及結果顯示 在手機主頁面,打開谷歌Play商店 然後,在搜索欄打入Google Lens 選擇Google Lens,然後按按照 安裝完成後,返回主頁面 在Google Lens 圖標,按一下進入主頁面 左下角是翻譯鍵 左下角是翻譯鍵 而中間就是搜索鍵 最右手邊就是功課鍵 左邊四方格是圖片庫 按入去可選擇圖片以作文字翻譯 按一下,左下角翻譯鍵 將目標圖片對準鏡頭 在畫面上方選擇想翻譯的語言 按入去可以選擇不同語言 然後,在中間白色圓點按一下 然後,在中間白色圓點按一下 畫面下面即時出現四個鍵 左邊第一個是傳選鍵 接著旁邊是收聽鍵 再右手邊是分享鍵 接著最右手邊是打開谷歌翻譯器鍵 按一下打開谷歌翻譯器 以翻譯的文字將會在谷歌翻譯器上面貼上 我們可以在谷歌翻譯器裡面收聽廣東話翻譯 選擇廣東話,然後在下面喇叭按一下 有無計劃過暑假,無論你在家還是家 智能行溫器都可以省電,還可以減75港元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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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因布里奇,生命需要能量 可以在任何地方調整 自動節省能源,提升舒適度 按一下左上角箭咀 然後再按一下手機返回鍵 返回之前熱面 按一下分享鍵 可以選擇在不同的軟件裡面 分享這張以翻譯的圖片 按一下收聽鍵 按一下收聽鍵 可以收聽以翻譯的文字 暑假規劃 暑假規劃好了嗎? 無論您在家或外出 智慧恆溫器均可節省能源可節省75美元 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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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生命需要能量 可從任何地方調節 自動節能 提高舒適度 按一下全選鍵 可點按畫面 選擇想複製的翻譯文字 現在選擇了外出 然後再按一下複製鍵 畫面左下方會顯示複製的字句 可以隨時將以複製的字句 在手機其他軟件上貼上 按一下收聽鍵 外出 軟件即時讀出以選擇的翻譯字句 按一下翻譯鍵 會進入谷歌翻譯器 同貼上已選擇的整句翻譯句子 將翻譯語言轉去廣東話 然後按一下喇叭圖標 無論你在家還是家 智能行溫器都可以省電 還可以減75港元 按左上角箭咀 再按手機返回鍵 返回主頁面 地下方錯了 畫面 畫面下方會出現有關外出的資料 張額面向上拉 就會看到更多詳細資料 按一下上方搜索鍵 會進入谷歌流覽器 搜尋已选择的文字 按一下手机返回键返回之前页面 而在将翻译图片传送到电脑键 你要在电脑中的谷歌楼栏器 用手机的电邮登入 先可用到这个功能 按一下左上角箭嘴 返回之前页面 在左边四方键按一下 在图片座选选图片以作翻译 软件即时翻译所选择的图片 在画面上面按入去 可以选择翻译不同的语言 而其他功能都同之前一样 所以不作重复 按左上角箭嘴 返回之前页面 在Google Lens 主页面 按一下搜尋键 对准想搜尋的植物 然后按中间白色圆圈键 软件即时搜尋及显示结果 向上拉动 观看更多搜尋结果 现在找到了植物的正确明清及资料 按实画面 然后向下拉动 返回之前页面 按左上角箭嘴一下 返回之前页面 按一下功课键 将镜头对准想搜尋的问题 移动手机镜头 直至只有问题在白色长方格里面出现 再按一下中间白色圆圈键 软件即时搜尋到这条议员一次数学方程式的步骤及答案 向下滚动可选择及观看这条算式的详细步骤及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一下手机返回键 按一下手机返回键返回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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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试用完这个软件之后 我发觉它的图像识别技术做得很好 首先是它的界面很简洁 操作上都很简单同意用 基本上软件里面所用的图标都非常容易理解和清楚 它的图像文字翻译功能 特别适合于当我们身处外地 用相机拍照就可以将文字翻译 这个功能非常方便 而且还可以选择收听已经翻译了的字文字 可以做到发声书本一样 而它的图像搜索功能 可以大大减省我们的时间 以前我们要辨别一些植物或者昆虫 我们需要拿着一本图加慢慢查核 但现在我们只需要一两秒的时间 就可以正确地找尋到相关资料 真是快而准 至于它的功课功能 更加帮到家长和读书的朋友 当在做功课上面遇到难题 都可以用它们这个功能搜索一下 然后作为参考 总括来说 这个是一个好用 而有免费的软件 我觉得这个软件真是可以做到 帮我们找到我们想找的所有东西 至于建议方面 希望它将来可以直接支持广东话语音翻译 不需要在谷歌翻译里面做转换 如果大家都喜欢收看这一类的视频 请大家留言 分享 按赞 和订阅 我会继续为大家发掘一些新的实用软件 介绍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